我們在採伊蘭 幸福就在AFA YA 我們在採收伊蘭 這是我們的伊蘭的花朵 那聚下來之後 我們要拿去蒸六囉 掰掰 我們在採收伊蘭的花瓣 採收完之後 這些樹葉樹枝 會拿去蒸六層存入 很特別的 我們剛才在伊蘭樹那邊 把樹枝砍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我們所有的芳苗師 在把樹上面的伊蘭花瓣 把它採收下來 那你可以採收到兩個 像這一種 就是剛剛好 現在拿去蒸六香氣 它會是最濃郁的 這個伊蘭的花瓣 那也有可能 在上面會有這種 這種叫做過熟的伊蘭花瓣 那長得這樣 那這兩個蒸六起來 有什麼差別呢 過熟的伊蘭花瓣 蒸六起來的味道 沒有像這一種 來得這麼清新 那我們常常說嘛 伊蘭的花有叫做兩情相悅 我們叫做樂戀的意思 那過熟 就代表就是 樂戀之後 已經回歸到平凡了 沒有什麼感覺了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你看喔 我們還 大家再繼續的 繼續採收花瓣 期待我們待會的 伊蘭金流出來喔 哇你們好認真在採收伊蘭喔 你們來自於哪裡 我們來自於哪裡 我們來自於阿菲 來自阿菲 來自阿菲 這就是我們剛才採收出來的伊蘭的花朵 經過大家的努力下來之後 你看我們採了好多喔 全部都是伊蘭濃濃的味道 溫了都快催琴了 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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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Fen 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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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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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美好 明天会成功 明天会成功